早上8點27分 但你要關心 在收炸日的天策 說到雙十國慶剛過又有颱風來生成 不過還好不影響台灣 今天連假收炸日中南部好天氣 但是北部東半部偶有一些飄飄雨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颱風路徑 土先關心的就是颱風動態 原本位於這南沙島海面的熱帶性低下 在今天的凌晨2點發展成了 今年第15號的輕度颱風叫做蓮花 好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路徑 預計是朝中南半島的前進的 所以對台灣來說沒有直接的影響 至於另外一頭我們看到 哇 至於台灣好遠好遠的這個 這是14號的輕度颱風昌宏 它持續朝著日本方向來前進 那麼即將要變性成為溫帶氣旋 是減弱了 也對台灣沒有影響的 好 再來說到是 在南海到菲律賓東方海面 這個大第二代當中就有影響了 因為這個模式模擬 這個是原本這一週 可能會有兩個熱帶擾動來發展 有機會發展成台 至於它的接下來未來的動態 我們再做觀察 那麼今天主要還是落在 是東北風影響台灣的環境天氣形態 今天的天氣跟昨天蠻類似的 像是在桃園以北 還有這東半部地區 這些地方偶有一些小雨 中南部的話水氣很少 主要陽光合許天氣不錯 但是今天晚間開始就要變天了 主要是因為這晚間 隨著目前位在菲律賓東側 低壓帶逐漸系統接近了 呂宋島北側還有巴士海峽這一帶 所以東半部地區開始 接下來還有橫沉半島都會變成有短暫震雨的天氣 甚至可能雨是大一點就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一直要到下周山持續受到東北風影響之下 台灣附近水氣增渣東半部都容易有局部大雨 要到周四到周六之後 下半周接下來這個低壓系統才會逐漸的遠離 那麼台灣才會恢復比較穩定的天氣